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震惊世界的六四屠城 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 26年跨越了一代人 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人们对那场血腥镇压的记忆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漠 今年纪念六四的一个亮点 就是一大批八九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 在了解了事件的真相后 也自觉和勇敢地加入了 缅怀和纪念的行列 用他们的话来说 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 宽恕是对逝者的不义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就邀请中国民主运动 海外联系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 谈谈六四精神的心火相传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魏先生您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 时事大家谈节目 很高兴 在讨论开始以前 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的电视报道 北京时间6月3号 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年活动 展开了两场活动 在法拉盛召开的六四讨论会 和在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 在中共对政治控制越来越严的背景下 今年的六四纪念日虽然不是逢五逢十 但纪念活动的规模与人数不减反增 显示六四仍然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活资源 以下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斌 在纽约的报道 在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大会上 谈论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响 多伦多民运人士圣雪 以迫害仍在继续 革命已经到来为题发言 前改革杂志负责人李伟东 批判美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 指出只有抱革命之心 才有希望迫使当局改革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指出 过去十年已经证明了体制内 法律维权的失败 但是反思越来越指向一个结论 就是共产党如果不下台 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 曾预言邓小平是独裁者 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认为 中国老百姓不会再等待共产党 对于那些生活很困苦的人来说 没有时间等下去 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出事 出大事就是整个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无论从共产党内原因 从社会上老百姓的原因 还是从国际社会的原因来看 都不会太久 陈闯创是中国留学生古异 写给国内同学公开信的发起人 他说他没想到国内有十多个学校 包括初中生在内的学生 在公开信上实名签署 不过他仍对当局掩盖六四历史真相 表示担忧 在这种高压的压迫之下 在国内的民众他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这样的真相 他不去了解 那么再过十几年 如果从共产党还是时间可以压制下去 又有可能回复到像对中共对大饥荒 对文恒那种压制程度 导致大家还是没有了解 因民间公纪六四被当局投入监狱一年的 于世文的妻子陈魏 在会上做了书面发言 我坚信人心不死 良知不灭 有朝一日 六四事件终将获得历史的公正评判 纪念大会后 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 在时报广场附近拉开序幕 与会者身着 勿望六四的T恤 头戴要求民主的帽子 在雨中为六四死难者默哀 会场周围悬挂着六四死难者的名单 与会者举着要求当局 释放被监禁人士的图像 他们用歌声 口号和祝光 纪念26年前 在那场血腥镇压中丧生的人们 表达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呼声 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好 刚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 方斌从纽约发来的 关于纽约纪念六四活动的 这么一篇电视报道 魏先生 方斌在他的报道当中说 今年在纽约的纪念活动呢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革命的呼声高涨 第二个就是 今年六四的队伍当中 出现了新兴的力量 关于革命 来自加拿大的民运人士盛学 他的解释说 革命已经被中共污名化了 其实革命不一定是暴力的 关于这一点 你有什么看法 现在看来这个中国的形势呢 正像刚昨天大家都在议论的 就是你想和平的转变已经没有了 那么革命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包括暴力革命 包括老百姓造反 一般人们想到的就是老百姓造反 但是呢 其实你像台湾和前苏联那样的 也是一场革命 革命就是彻底改变什么什么东西 所谓的颜色革命 在你看来也是革命 你哪块很和平的 但是结果是彻底改变了 那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在今年六四的队伍当中 今年出现了新兴的力量 他们就是一批八九年前后 在中国大陆出生 目前在海外留学的 这么一批中国的年轻人 最近我看到了乔治二大学化学博士生 古裔还有其他十几名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的联名公开信 而且这封信在中国国内 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联名签署 据我看方明的报道说 在中国国内已经有六十几位年轻人 包括中学生 大学生在内 也在联名信上来签署 这说明六四虽然过去了26年 但是他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并没有淡忘 也没有淡漠 你怎么看待今年的这么一个 不同的一个情况 对 前两年也有年轻人来 但是没有今年这么多 今年是突然一下很多的年轻人 很积极地要了解这个六四 就是像古裔他们搞出那个签名 在国内网上发出去以后 很多人签名 其实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六四呢 它是关乎到人们根本利益的 关乎到人性的一种东西 你躲不过去的 也许你这几年过得好 你可能就不是那么关心了 但是一旦国家出现大的问题 人们要回顾历史 要看看将来怎么做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多问题就摆出来了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 现在就开始思考问题了 这个中国到底要怎么样 所以其实国内的年轻人 可能比国外的更关心 那么古裔这封公开信发表 以后我们注意到 中国的环球时报 在5月26号专门发表了一篇 针对这个公开信的评论 这个评论指责公开信呢 以凶悍的语言 攻击中国的宪政权 他们认为这些留学生 在国外被洗了脑 对八九政治风波 充满民运味的极端的观点 您怎么看待 环球时报这个评论 都不知道什么叫民运味 咱们只知道文革味 但是实际上 这个环球时报 倒是经常使用凶悍的语言 来攻击别人 但是这些年轻人呢 突然发现有那样的事实 那么多的鲜血留在那儿 你说你让人家心情平静 跟聊家常一样 怎么可能啊 那对那些年轻人的心灵 是很大的震撼 就像当年对我们这些人的 心灵的震撼一样 当然他语言会比较激烈 语言激烈也很正常嘛 对不对 是 这表现上大家心情 我觉得这些镜头 传到国内的年轻人的眼前 他们也会非常震惊 他们可能会 说出更难听的话来 但是环球时报这个评论 发表不久以后 很快就被撤稿 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再搜索的话 现在都搜索不到 那么有海外 有很多评论人认为 这说明中共的最高当局 现在第一方面 不希望有人来纪念六四 同时也不希望 向中国的媒体来讨论六四 这种态度你认为是现实的吗 我觉得前几天 前几天我们跟古毅 在一起搞大使馆门口 搞纪念活动 我问过他 他说他很高兴 这个等于 那个等于在给他们做港告呢 因为中国的网络封锁很厉害 很多年轻人 未必能注意到这些 这些公开信什么的 但是呢 环球时报那么一登 那读者的范围就非常广 大家要网上去搜这个东西 现在大家都会使用 那个翻墙软件 那么一搜的话 你藏不住了 这个话题反倒被炒作起来 所以他们赶快给撤了 这是一种进退两难 就共产党对六四这个问题 已经是进退两难 进也是错的 退也是错的 刚才你谈到了五月三十号 全美学子联 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 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 你在现场也发表了讲话 美国之音也做了报道 你在讲话当中 谈到了六四的精神 这个报道发表以后 美国之音的报道发表以后呢 我们的网站收到了 一百多个留言 其中大多数人都支持 六四精神不死 这么一个说法 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些网友 他们的留言 第一个是作者不具名 他说完全同意魏京生先生的说法 总有一天 中国大陆会实现民主和自由 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六四精神万岁 那么魏先生 在你看来 六四精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 六四精神呢 当然大家要求反腐败 要求民主 但是根本的实际上就是 人人都要过好的生活 都希望受到别人的尊重 都不希望受欺负 要有基本的人权 这是六四的整个这场民主 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一个基本精神 那么这个精神 说实话 你说它什么精神都可以 但是这个是一种符合人性的东西 所以你想阻挡它也不可能 这是人性自然的倾向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留言者 都赞同六四精神 这样一种说法 我们再来看一个留言 这位网友也是不具名 他说六四的精神 是让改革严重滞后的精神 是制造动乱 乱中取票的精神 是让百姓不得安宁的精神 是提前拿绿卡的精神 也是善良的学生妄想一夜 变成民主自由国家的精神 我有点老花眼 只听说过有个成员 叫火中取利 什么叫乱中取票 这有点 眼神可能不太好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 乱中取选票 过去是 在中国没有选票 这位先生 当然他可能有点 基本他的调子 就是二十多年来 共产党媒体宣传的调子 就是说你看 把改革开放给耽误了 首先老百姓要求的 除了反腐败 就是要改革政治体制 这是在推动改革 反过来说六四这个大屠杀 倒是把改革的步子 给压慢了 放慢了 然后呢 老百姓又很沮丧 整个国家都在 灰暗的气氛中生活 大家生活都很不痛快 但是我记得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 你看我们镇压了以后 这二十年不是发展得很快吗 我觉得这种说法 有点自吹自擂了 因为实际上 你在后边追赶别人的时候 这个经济发展 在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先例 你在这个阶段 自然而然会很快 因为你不 人家都给你探好路了 你在后边跟着走 你当然比人家快 而实际上 中国这些年发展速度 并不是那么快 除了把水分除掉以后 也就是10% 或者高一点 或者低一点 实际上很多国家 像日本 台湾 巴西 当初他们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 曾经达到过 20% 30%甚至40%年增长率 那中国为什么没有达到那个呢 应该说六四给 就是六四大屠杀给耽误了 而且国际环境弄得很坏 国内老百姓很沮丧 各方面关系也理不顺 所以实际上是被耽误了 我们发展速度被大屠杀给耽误了 并不是说这些年发展得很快 好 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留言 他说六四已经把中共定在了 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同秦营的焚书坑儒 从那一天开始 共产主义思潮走向消亡 共产极权国家一个个崩溃 六四是一个历史分界点 无论还有没有纪念仪式 六四都是永不磨灭的 那在您看来 六四这一段历史 对于中国 对于世界 特别是这位网友提到的 共产极权制度的消亡 一个个走向灭亡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就是等于是一个 导火锁子状 一个震撼 咱们中国这个 八九年的民主运动 突然一下震撼了全世界 特别是这些 还比较专制的国家 你看苏联和东欧 包括当时的台湾 我去台湾 施明德管我叫老前辈 我说你比我大 我怎么管你叫 他说我们从79年到89年 都是跟着你们走的 跟你们学的 你们在那一个大的运动 使我们台湾的社会 也一个巨大震动 当然对苏联的社会 对东欧的社会震动更大一些 那么整个的共产主义阵营 基本上就垮掉了 以苏联为首的阵营 所以说虽然我们在中国 可以说六四屠杀 终止了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 和中国改革的过程 但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它等于把全世界的格局 政治格局 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变 意义非常重大 你不可能再忘掉它 或者磨灭它 那都不可能的事情 好 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留言 这位作者叫做独立人认识 他说回头看 六四民主运动 是唯一一次 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不仅中国丧失了 以最小代价 走向民主的机遇 中国共产党和 和中国和共产党人 也失去了最后一次 可以向人民赎罪 可以痛改前非的机会 今天中共掌权者习近平等 如此死心塌地的走 毛左路线 也和六四有关 从这点看 习近平和六四的直接授予人 江泽民没有任何差别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当时中国如果往前再走一步 具体地说吧 就是赵紫阳如果是跺跺脚 我就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 我就站在正义的一边 他什么也不用做 他只要有个态度 那么整个中国的局面肯定改变 因为当时全国上下 包括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的党员 都是站在老百姓这一边的 都要再往前走一步 那条件非常成熟 但是非常可惜 我们中国人又错过了一次机会 他讲得非常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截听一下 现场听众观众 发表的一些看法 首先是上海的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上海张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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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能听见我说话 听到了 请讲 我想只想说一句 就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 出英雄 一个崇尚权力的民族 出奴才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 六四的英脸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上海的张先生 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孔先生 您好 您好 魏老师好 您好 这个主持人好 我今天呢 我是这样 今天早晨呢 这国宝就来了 来了之后 中午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呢 我说我这个人生啊 我就崇拜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姓魏 他说我姓魏 另外一位是谁呢 我说魏京生啊 我说魏京生是谁呢 他在装傻 我是大陆第一个公开 高开纪念六四 递反摊援扫会的人 地址是北京保定西部的 来源县白石山 开始有三个发起人 后来两名发起人呢 不再发起了 只剩我自己 我在美国之音 发布白石山 纪念六四研讨会两次 在最下宿电台 清除热线发布三次 这个会议经费呢 两千元 现在已经退回了 这个权县人 因为呢 只有十几名来电话的 来联系的 却没有人来 真正来的 是六月一日下午 来了四位警方人员 北京的 今天呢 又来了四位警方人员 对其我呢 下山到镇上去和他 我认为啊 毛泽东在57年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呢 事情在发生变化 我刚才看了一下 中共呢 对我是善意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老百姓啊 现在我认为 更关心的是赚钱 谢谢再见 好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 魏先生 近几年来呢 在中国仍然发起一些 民众自发的 纪念六四活动的 什么一些活动 还有纪念赵紫阳 胡耀邦他们诞辰 或者是世事等等 其中一位人士 就叫于世文 被当局 以这个寻讯姿势 是罪来抓起来了 已经在压一年多了 您怎么看待 现在中国民众 今年六四的这些做法 我想 刚才孔先生提到了 来的人很少 为什么呢 共产党 镇压得非常厉害 你只要有点这个表示 你想于世文他们 在 在 在旷野之中 我来说几句话 纪念照这样 那都不行 那都要抓你 这个这样 这样强力的镇压呢 所以老百姓 不出现呢 也很正常 如果现在有什么 大规模的活动 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时候 我想很多老百姓 就像八九年 都会出来 但是你现在几个人 出来做一个秀 然后说这个那个 于事无补 老百姓认为于事无补 那海外当然 你可以公开的纪念 而且可以搞得 规模很不错 但是在国内呢 往往你只是把自己 送到监狱里去 而对事情呢 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很多老百姓 会算计一下 然后他就不出来了 但是我相信 其实大家心里 还是支持像孔先生 和于世文先生 这样的人 一旦有机会 你们把事情 要搞大一点的时候 老百姓胡啦 全出来 好 继续接听听众 观众打来的电话 下面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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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魏杰生先生 你说这个 八九年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呢 是中国的四倍 但是现在二十六年过去了 中国的经济总量 是俄罗斯的六倍 对你怎么解释 另外一个是 就是说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世界上战火纷飞的 这些国家 打仗的这些国家 他们这些国家的 老百姓的人权状况 比中国的老百姓 人权状况好吗 是吧 连人身安全都保障不了 怎么谈什么人权 就是世界上 这些战火纷飞的这些国家 哪一个实行的 不是独党执政 哪一个实行的是一党专政 我请问一下 谢谢 再见 好 李先生这个问题 有些代表性 现在就请你来 首先来讲 他说了一个错误的事实 这些战火纷飞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独裁国家 而不是民主国家 哪个民主国家在那打仗 没有 他说了一个错误的事实 另外呢 他把不可比的东西拿来比 你比如说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 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你在学习的阶段 市场经济学习的阶段 开始可能很慢 但是很快会逐渐加速度 中间这一段 就快要进入发达国家 和半发达国家的时候 这段会发展很快 那么中国这段时间 刚好在这个阶段 所以它发展速度很快 另外就是中国还得到了 一个很大的优惠条件 就是美国给了中国 永久的最惠国待遇 那么中国呢 在贸易方面 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这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这共产党自己也承认 而俄罗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 它延续了苏联时期那种 被封锁的状态 另外俄罗斯呢 它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从过去的那个 完全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占很大比重 到呢 现在向正常的经济转化 那么在这个转化的阶段 正好是发展速度比较慢的时候 所以一下被中国给拉下了 而且过去 它说实话 咱们说共产党国家的这个 统计数据本身都是有水分的 过去它到底 它GDP是多少 这个不好说 何况那个体制不同 所谓计划经济的时候 那个GDP是不好计算的 不好跟这个民主国家 市场经济国家比较 这是不可比的东西 二十多年来 二十多年来中共一直有一个说法 就是如果没有当年八九六四的增压 中国就不会出现 安定 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有高速的发展 这说法在中国一些民众当中 也是有很多人来相信的 你怎么看 实际上大家 这个倒是大家可以横向地看一看 有很多的民主国家 因为它政治比较合理 而且这个政治 这个政府不管做得对做错 它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 那么这样的国家 才是真正稳定的国家 说中国什么镇压 六四镇压屠杀以后就稳定了 大家看看现在中国的维稳费 都超过了军费了 你说这个社会稳吗 可以说实际上不稳定 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屠杀 造成了人们对市场 对国家 对社会 都已经丧失了信心 大家只是一心向前看 完了连道德都没有了 那这样的社会 能说是稳吗 我对这种说法 持很怀疑的态度 事实上就是说 这样的国家 就是一个压制民众的想法 不让民众有自己意志 不让人们去自由发展的 这样的国家 是最不稳定的国家 好 继续接听听众 观众打来的电话 广西的李先生 李先生 您好 广西李先生 听到你了 请讲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 黄先生 你好 魏京生同志好 我很高兴听到魏京生同志的声音 我每次自由亚洲电台 那个特约评论员 魏京生的评论 这个同志的评论 我必听不可 我一天如果拉掉了 我就感到很可惜 前有楚安平 后有魏京生 这两位同志 一前一后 给我们老百姓 带来了很多决心的 带来决心 我们老百姓很多想学 而学不到 想学的东西 学不到的东西 六四的枪声 离我们是远去了 但是六四带来了 这些社会后遗症 我想是几百年也治理不好的 我今天就讲这些 好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 魏先生 刚才广西的那位先生说 人民的向往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追求 他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一定会更富强 更加民主 您有什么评论 但是他有权利相信 但是习近平已经打破了 他的幻想 刚才他列举说 习近平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再说了什么中国梦啊什么 说完之后 他也说过 中国还是一党专政 要延续下去 一党专政 而且当人们问到 法治问题的时候 他还是说 这个法治还是要党的领导 也就是延续了毛泽东 和邓小平一直以来的 这个无法无天的状况 那这个无法无天 是老百姓喜欢的吗 是老百姓的梦想吗 我想不是 所以刚才那个黄先生 可能他的想法 不一定是切合实际 好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接来应该是 河北的刘先生 刘先生 您好 河北的刘先生 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吗 您好 我听到了 请讲 好 我听到听到了 我问一下那个 听到了 就是那魏先生 你口口声声说 都是六四 如何长如何短 就像你们这会儿呢 能领导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吗 无非现在你们都是添乱 你代表不了几个人 有时候你说呢 根本都不靠谱 谢谢啊 没别的 谢谢河北的刘先生 您认为 我说的不靠谱 你完全有这个权利 我希望你有机会的话 你说哪不靠谱 至于说 能不能领导这么大的国家 我想大家都是个人 怎么就不能够领导呢 共产党把国家搞得这么坏 人们经常提这个 也有外国记者也提了问题 那如果共产党垮了以后 谁能领导中国 我说谁 无论谁来领导 也不会比共产党更糟糕了 用那么多的警察 那么多五毛 来钳制老百姓的言论 把老百姓的钱 那么多的钱 就贪污腐败以后 送到外国银行里 人家说个笑话就是 他们把那个钱拿来 援助美国的经济建设来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任何人来领导中国 可能都不会比共产党更差 实际上能不能够领导得很好 我又没有去实践 他们又没有让我去领导 我很难说我能不能领导 所以这个问题是个假问题 今年环球时报呢 在二月份发表了一篇评论 说海外民运 哪给钱多去哪 逢中必返 遭华人唾弃 这个文章把民运队伍 概括为自有人事 说有仇的 有瘾的 有病的 有鬼的 文章还认为呢 海外民运的走势 就是一条持续衰弱的曲线 你对于这个 你作为中国民主运的海外 作为趋势来讲 刚才我们都提到了 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已经是后继有人了 小青年们干的 比很多这个 当年这个 现在都是老人了 当年的成年人 比他们干的还要出色 我觉得一点都不差 我觉得现在很多小青年 比八九年的时候 那个年轻人脑子要清楚得多 勇气也要大得多 后继有人 这个很好 而且他们概括这种东西 我想这个东西 在海外议论了很多年了 有仇的 是 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 害得人家家破人亡 当然就有仇 因此人们认识到 共产党的丑恶 共产党的那个反动 因此来从事民运事业 这有什么错呢 没有错 有仇就不能了吗 难道人家有仇就不能去 为此来从事正义的事业吗 我想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好 继续接听听众 观众打来的电话 下面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 您好 喂 是我吗 是你 请讲 喂 还好 我想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就是反侵略 反憋覆 反腐败 解决国际民生的问题 至于魏京生先生 你也是有祖国的 你不要在国外冲三条 骂共产党的狗 不要对中国共产党与此为疲 孙先生 孙先生说话客气一些 不要使用这种侮辱人的这种话语 不过魏先生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反侵略 反颠覆 反腐败 你怎么看 我觉得有很多专家 专门研究了中共执政以后 出卖的中国领土 从周恩来开始 周恩来 毛泽东 一直到江泽民 就是出卖了大量的中国领土 差不多快赶上清朝末年的时候了 在这个时候谈论什么 为了反侵略 他反了什么侵略 好像没有人侵略过他 中共执政以后 没有外国侵略过中国 倒是中国偶尔动不动去侵略人家的国家 反过来说侵略完了 最后又把领土还给人家 堵人家的嘴 我觉得 所以做出刚才那位朋友的判断 是不太准确的一个判断 不符合事实 他还谈到了反颠覆 反腐败 反颠覆 反腐败 毛泽东从一开始执政 五十年代初开始反腐败 也杀了不少人 一路的反 反到文化革命的时候 那就是反腐败成了这个 主要的什么政治路线了 结果反到现在 共产党怎么越反就越腐败呢 大家都在深思这个问题 最近我发现 连王岐山都有点觉悟了 他在跟那个福山谈话的时候 他也提到自己监督自己 确实很难呀 你一党专政 你不可能不腐败 这是一个根本道理 所以连他也醒悟到了 自己监督自己 你就不可能把这个腐败消灭掉 你前面反后面又出来 所以说共产党反腐败 实际上是不成功的 至少说不成功的 好 继续接听听众 观众打来的电话 湖北的杨先生 杨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我刚才听到前面两位先生说话 有点想不通 也有点气愤 为什么说 他说一个魏先生 在美国怎样怎样的 其实美国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为什么中国的高级官员 中国的贪官 中国的好多国家部级的领导 都把孩子自己 名人都去了美国 去美国干嘛 美国这么不好 你到美国干嘛 还在说 中国共产党不是口口声声说 台湾是中国的 香港 澳门都是中国的 那台湾的 我们就是一个魏精神 不能领导中国 那蔡英文能不能领导中国 那马英九能不能领导中国 他们领导中国 可能绰绰有余吧 还不像是习近平 一个清华大学的博士文凭 都是假来的 好的 好的 谢谢湖北的杨先生 再听一位河北的庄民先生 您好 您好 是我吗 是您请讲 我先说两个失落 说句实话 作为追求正义也好 追求自由也好 在中国大陆 确实很难发生 这是一个让人失落的地方 现在官方媒体 一片的沉默 三一六四 这是一个失落地方 另外呢 我感觉 我刚才 报名字叫庄民 我在咱们这个留言板 发了一个 给海内外民主人士的 一封公开信 但是呢 说句实话 以前也发言不少 但是呢 一直也得不到 咱们美国之音的一个重视 也算是跟美国之音的 一个意见声音吧 但是呢 也没得到咱们的重视 我现在就说 可以把这封信 大概念念吧 您简要的概括一下吧 就说怎么说呢 我这个观点呢 就是给咱们海外的人士呢 就说泼了点凉水 就是说六四后的 二十来年的海外 这个搞了二十多年 的经验活动 除了渲染仇恨 这一件事 并没有让人 更多的感悟民主的本质 这个本人庄民认为 就是说 一个充满仇恨的民族 就没有资格享受民族 所以呢 就是说 我希望就是咱们的海外民族人士 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另外呢 简单的评价 我再说说六四吧 好吗 好的 我的观点是 这是一个全民族的悲剧 颇有文革的味道 各种政治势力 都是失败者 六四不是任何人的光荣 一个原因呢 是当年的学生领袖 现今对民主的认识 还很模糊混乱 更何况当时 第二个原因呢 是六四的群众基础 大多是形形色色的毛粉 对民主的认识 普遍滞留在毛泽东忽悠的 人民当家做主的层面上 第三个原因是 六四规模铺天盖地的时候 不是因为这个民主的口号 这个感染了这个老百姓 而是呢 因为反关岛 反通货膨胀 再加上当时总书记 赵紫阳的一个默许 游行也成了当时的一种时髦 殊不知 群众运动反腐败 正是文革的一个典型表现 好的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谢谢河北的庄民先生 韦先生他讲了很多 请您坐下 反正他说的这个 不要把民主民运 搞成一种仇恨 这个说法很对 说得很正确 其实呢 可能他因为国内的信息 比较不对称 所以他对海外民运的 主要活动了解的比较少 其实在这儿宣扬仇恨什么的 像共产党搞那个一股思填 这种事情 海外民运好像从来没有搞过 但是有很多人 当然你遇到有活动的时候 人自发的会谈 我们家怎么受迫害 我们是对共产党有仇恨 这个也很正当嘛 你不能阻止人家 所以他这位先生 可能得到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以为海外民运在煽动仇恨 其实正好相反 共产党才是在不断的煽动仇恨 一会儿仇恨日本 一会儿仇恨美国 甚至把咱们中国自己老百姓 都放在仇恨的对象之中 所以煽动仇恨 这是共产党政治的一个特点 我们海外民运 你说完全没有也不是 因为海外民运很复杂 不是一家之言 大家各谈各的 人家有仇恨 人家谈了 咱不能阻止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提的意见倒是正确的 他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8964就相当于文革 他是打了等号的 他说实际上参与者都是 很多都是毛粉 他的群众基础 都是建立在这些人的基础之上 我想89年的民主运动 群众运动和毛粉没什么关系 我想没有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帜 或者扛着毛主席像 反倒是大家打的都是民主 要求反腐败 要求言论自由 这样的 你要说都是毛粉 我那时候在监狱里 我天天在看电视 我住一属了 那个旗子 除了没有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旗帜 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旗帜都有 那真是 其实这场运动 真是得到全国上下 党内党外的大家的同心 这和文革完全不一样 文革是共产党 就是毛泽东煽起仇恨 来解决他的党内斗争的问题 而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党内斗争了 是全民要求我们这社会要往前走 不能停止在这 大家要求进步的一个呼声 这样一场运动 所以不能跟文革相比 那是两回事 今天听众观众打电话 可以说是非常的踊跃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 张先生请您把您的电视机 或者收音机音量关掉 张先生请讲 是你请讲 我想问魏先生几个问题 可跟魏先生讨论一下 魏先生口口声声说 共产党是转日 共产党不好 我想问问魏先生 比共产党天国一来 中国人民人民寿命 提高了多少 中国人民的经济水平 提高了多少 中国水平提高了多少 中国人民在国际地位 提高了多少 好的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生提了 三个具体的问题 第一就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寿命 第二 经济水平 还有国际地位 你怎么看待这三方面的提高 平均寿命 那好像是跟医疗条件 等等改善有关吧 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政党 一个政治家吹 说你们大家要选我 为什么 你们现在平均寿命增加了 所有人都会笑他 这是医生们的工作 对不对 跟你政治家没有关系 而且刚才这位先生 我注意他 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说我们口口声声 说共产党专制 专制在哪呢 我想提醒他 你看看报纸好不好 共产党每天都在报纸上 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而且毛泽东说了 什么叫专政 就是专制 一党专政 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不是我们给扣的帽子 所以我请这位先生 要看看报纸 还有关于经济水平这个问题 刚才您回答了 关于国际地位 我想国际地位的话 报纸上经常在登 我不觉得中国人国际地位 好像提高了 现在人们大家都在议论 甚至香港台湾的人都在议论 说大陆的人怎么素质这么低 到处在丢人 而且这个共产党的钱 到处去支持什么伊朗 什么巴勒斯坦这些恐怖分子 其实大家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很不好 中国人的地位 并不一定和中国政府是相称的 咱们中国的六四的这些 英勇牺牲的人 确实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以前老以为中国人 老师窝囊 不敢做事 不敢承担 没有责任 但是六四这些英雄 确实让全世界人 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反过来说 现在共产党做的这些 屠杀自己人民的事情 也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说还有敢这么屠杀 自己人民的政府 这个确实都让 全世界刮目相看 至于说提高地位 我想如果你做的事情 很让人佩服 自然会提高中国人的地位 但是你作为一党专政 你这么欺压中国的老百姓 很多全世界各国人民 我走到哪儿都发现 大家很支持中国民主自由运动 为什么呢 大家就是觉得中国政府 太糟糕了 所以大家希望 关注中国的人权 关注中国的老百姓的自由 好 继继继续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湖北的李先生 您好 你好 请讲李先生 我请问一下魏先生 说到这个屠杀 然后这个六四 以美国的在越南 那个上的那个利益计 相对比 相对比你觉得这两个 有什么心中 你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这个独裁这个专制 那前段时间 那个 那个 埃及的那个 莫西 被民众推上来了 然后 现在的那个金政府上来了 怎么不见美国之声呢 好 谢谢湖北的李先生 两个问题 他说 第一个六四屠杀和美军 在越南使用 绿化剂 绿叶剂 是一种 有什么 毒弹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第二是关于埃及的 首先越南那是战争 而且那是 在战争状态下 采取的一种措施 当然那个问题是很有争议的 我们也反对使用这种 让大片的树叶的和庄稼 全都干掉 干掉的 所以所谓落叶剂 其实就像农民用的除草剂 当然那么大规模的使用 对人的身体也有一定伤害 这是很有争议的一种做法 但是和把坦克机枪 开到城里头 对着去普通老百姓 一通屠杀 这两者不能相比吧 我想这任何人都能做出 一个正确的判断 这两者不能相比 战争中你可能有过火的行为 可能不过火 那我们可以批评 你说不过火 我们说过火了 这可以批评 后来美国也没有再使用过了 因为全世界的舆论的批评 但是共产党屠杀了 自己的人民之后 当全世界批评他说 共产党到现在还不认错 不但不认错 而且封锁所有的消息 说这是什么家丑不可外扬 就是我在家里 把我们家孩子杀了 你们大家不能管 你说这合乎道理吗 这不合乎道理 所以这两件事情 是不能拿来相比的 好 还有一位山东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博山您好 我想请提教魏先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想确认一下 89年的时候 这大学生他们的诉求 是不是说在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腐败 而不是说直接是反对共产党 还有问题是说 现在的海外民运的主要诉求 是什么呢 是就是直接反对共产党吗 你像作为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 我们在国内不可能说反对中共 我们只能说是中共合作 反对地方上的腐败 反对地方上的党员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想通过美国之间 抗议下 如果是公安局 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想上香港去 他们居然就不给我港澳通行 他们是害怕我去网约延来 或者是参加什么共产党会之力的 我想觉得现在是 的确是国内对沿岚控制的太严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山东的王先生 魏先生他提这个非常重要 请你来澄清一下 当年的8964运动 这些参与者 是要在中共的领导下 来反腐来自由呢 还是要推翻中共的政权 其实当时我的监狱里 和大家一样从电视上了解的情况 和这位先生看到的也是一样的 其实当时学生的口号呢 就是我们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这当然说主要口号啊 我们希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来反腐败 我们来改革政治体制 我们来建立民主制度等等等等 当时确实是这么提的 而且现在像刚才这位先生 他说我们在国内只能这么地提 我想这也是对的 没有错 这也没有错 你希望在共产党领导下 去这个把腐败反掉 然后建立起民主制度 保障老百姓的权利 这都没有错 都是对的 但是89年这场屠杀 恰恰等于共产党在告诉大家 告诉所有的老百姓 你们这个想法是幻想 打碎了你们这个幻想 我们用坦克机枪打碎你们这个幻想 你们不要再想我们共 现在习近平也在说 你们不要想我们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也就是你不要想放弃我的一党专政 反腐败你只能在我们的领导下 反倒什么样是什么样 王岐山都说了自己监督自己很难 那也就只能这样 不是真正的反腐败 对不对 所以说共产党已经用他们行动 回击了老百姓的这种善良的愿望 我想下边在海外的这些人可以公开地说 现在只剩下革命一条路 改革看来没有希望 又回到海外民运这个问题上了 刚才这位先生询问 海外民运的诉求 最根本的诉求是什么 海外民运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你比如有很多从共产党内出来的朋友 他们就希望在共产党的体制内 我们把这个中国的民主化 逐步地推动下去 这种想法也很多 但是更多的朋友认为 共产党是没救了 没法改了 只有说彻底改变共产党的专制 或者说叫推翻共产党 或者用那个另外一种说法 解体中共 总之一句话 就是共产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 王金岛也提到这个 共产党不下台 中国的各种事情就不可能解决 现在就是共产党下台是当务之急 这就是主要目标 你刚才也谈到了 海外的民运实际上并不是 像有些人说的 是一股力量 对 相反它有很多很多的力量所组成的 而且各个组织或者不同派别之间 他们的诉求并不见得一致 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这是很正常的 以后咱们中国民主了以后 这就变成正常现象 我们现在在海外 在这个民主的环境下 所以就是正常现象 一个庞大的社会 不可能大家意见都一致 咱们说难听点 一家人 你都是亲人 你也不可能意见永远是一致的 除非你家老爹太专制了 大家不敢说话 对不对 所以说有不同意见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然后不同的意见以后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政策 这也都是很正常 但是海外的民运 大多数的朋友能在一起合作 因为为了一个大的目标 现在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 就是共产党必须下台 就像君涛说的那样 共产党必须下台 好 非常感谢魏先生 今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到我们的演播室 跟我们的听众观众 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 回答了这么多非常有趣的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和中国民主运动 海外联席会议 主席魏京生的对话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 和网友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